詞曲 李宗盛 黃詞蕊 金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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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詞蕊 各位攝影朋友 大家快晚安 歡迎來參加今天的 webinar 分享會 那今天的題目呢 呃...就是 就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今天這個題目我們已經討論了非常久 那今天有很多的困難 我先問一下 這邊的人 有在跑MeggerSpace的進去的時候嗎 那個... 那個... 我記得 其他朋友比較沒有 那為什麼會來 你想不想去 你去不去MeggerSpace去做東西 需要的先去的時候 只是還沒去 可能是這個樣子 對 其實如果是在台北 我想有幾個地方可以去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一個Megger 甚至是熟電子的這一塊 它會很多嗎 這樣一個工程式的Megger 也許這幾個MeggerSpace的東西都 還不能滿足你 可是真的就是有很多的這種 熟電子啊 都幫Megger一個Megger 那 我們也是 尤其是像Megger國 它是以國Megger為HAPPY的一個 一個社群平台 那 就特別容易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會想說 在 美國有一個HR 不是以HAPPY的 當然很多個 可是在台灣 卻始終沒有出現 那 我們當然是期待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出現 那 所以 今天的話就邀請到 兩個朋友 還滿有感興趣的 他們有 第一位是那個RAID 那 RAID的話 它本身就是 在EMS的這樣的公司服務 那 另外它就是 希望從製造的小部去 去 去 去創那個 Power and Start 或者是 同Megger這一塊 所以呢 它 等一下它會講 它等於是 中有的業果 到處去看 那個MeggerSpace 可以加速器 然後它目前的話 在新竹那邊 開始推動第一個 很專注的 我Double1的 一個 Studio 的一個工作室 然後陸續的 有一些設備 裡面到位 其中有一台是 Reflow Alvin 是由DOSB的 它所 自己動手 做出來的 那當然 Reflow Alvin 這件事情 對於 我Megger或者是 Double1的 講到話 下一個 進階去走的 電路板 跟Megger來講的話 是一個 蠻發電信的 一個工具 那等一下的話 我想 這個就是 有瑞金 帶大家 都看一看 然後還有 它這個題目 很有趣 就是MeggerSpace 然後 接下來就會有 那個 實際在執行 他的一個工作室 就是James 他接了很多 奇怪怪的 需求 然後由他的 專業能力去把它 滿足 然後就在他的 小小的工作室裡面 那由他來 跟大家分享說 他所看到的一個 專業的工具 MeggerSpace的話 該有 怎樣的一些 一些妹妹剛剛好 好 那 我的 也先到這邊 我們先掌聲歡迎第一位 Speaker Rain 大家好 我是Rain 很高興 今天我應該是第一次在跟你們分享 當然來這邊很多食材 我應該是第一次在跟你們分享 那陳柔武剛好介紹 我本身其實是在製造業大股 可能跟很多台灣的工程師一樣 那在製造業大股很久的 TN 我大概有13年的在製造業大股 這個經驗 那我在真的 我接觸Megger這一塊其實我算是很新 很新 就是大概真的是2014年年底的時候 才開始接觸 等於是跟Megger Pro 那個時候創辦了差不多的時間 才開始真正接觸到Megger的圈子 那接觸到這個圈子以後 我發現 我以前在製造工廠裡面 想不到的事情 好像在外面 其實很多事情都實現了 我覺得 這也許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轉型的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到處去觀察 那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動手的力心還蠻弱的啦 我比較會拆東西 拆完東西就逐步回去 那種 但是 我是蠻喜歡到處去看 一些space 空間規劃 那 那 我前面會先講一下比較巴古的東西 那巴古就是說 也許今天很多人是 對於Megger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的了解 但是 他可能想要一些說過了解 那我剛剛看 其實 好像沒有太多人 真正有 去Megger space的經驗 所以我想我今天講一些東西 可能 可以 可以讓大家快速進入狀況 那 這個是我從網路上抓的影片 給我找 他說We are Matrix 就是說 那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後站後面 這家裡的很好 是嗎 那什麼是Megger 我剛接觸到的時候 我到底 探索 到底什麼是Megger 然後 後來 可能有人說 Megger我們就DIY嗎 那 Megger Duty Wish 那 這樣聽起來 我就是 DIY嗎 那到底 這個Megger和DIY 有什麼不同 然後呢 也有人說 你去過說 你要買DIY的書的話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傳統的我們其實已經 已經 把DIY這件事情 就是已經放棄了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找 供應商這件事情 或是找廠商這件事情 用自己去動手做 很容易 這其實我們是傳統 過去製造業一直在看到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遇到問題 我們就是找廠商啊 廠商去 花錢都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幹嘛動手做 其實在製造業一直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 後來也許這件事情 開始慢慢改變 就是說 開始有人提倡就是說 DIY這件事情 你開始可以 Do in with others 就變成說 這件事情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 跟著同做 開始變得有一點有趣了 然後 到後面 到後面呢 就搞先 搞先出來一個 就是make這個詞 那make這個詞 其實 剛剛看到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不解的 就是說到底 make這個事情 太曉得是什麼 然後 我看了很多 然後 到處去google搜尋 結果 我搜尋到這一家 就是剛剛秀出來 然後 就說 We are all makers 然後這裡面就列了一堆東西 啊 DIY是 Maker Recycle 也是Maker 就是什麼 藝術家也是Maker 那 那我就開始問 那到底什麼才不是Maker 如果這些全部都是Maker的話 那什麼才不是Maker 所以我開始 我覺得 我後來其實 我在那個 那個 謝東靈 就是 台東那個 想吃做樂 的Maker Space 他就 他就寫了一篇那個 PBT 然後他就說 Maker 是一個 最大的病毒式行銷 我覺得我還蠻認同的 其實他真的代表一件事 是病毒式行銷 他試圖想要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在這個Maker架構裡面 然後去銷售他周邊的一些商品啊 或是雜誌啊 或是形象等等 然後到處就Maker Space 就串出來啦 然後到處那種Maker費 但是 但是 回歸到這個源頭 到底 我覺得核心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後來其實 歸納幾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 一個Maker Space呢 他會有這幾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說 他必須要 分享 他是分享 必須去分享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 做東西 不想讓人家吵 不想讓人家看 應該在家裡自己DIY就好 你不要去Maker Space 第二件事 就是他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 你去這邊的時候 你去 會有很多人去跟你交流 作品 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 不然的話 我曾經遇到 就是一些人 他們說 在Maker Space的時候 他就 我想跟你聊一下ID 那我們先簽個保密協定 什麼好 好不好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 帶著這種商業 或是說你要做生意 我覺得其實 你不見得需要到Maker Space 我覺得你反而是應該 去找一些商業的資訊 那Maker Space 他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開放程度 然後當然就是說 你的Idea 可以在這邊去實現 你有沒有Idea 不管是你的發表 或是你的Idea 然後你在這邊 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些 自從道德的夥伴 他可以幫你一起完成這些事情 那當然呢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有工序 我覺得這幾個 是我自己 狩獵以後 覺得說Maker Space 應該具備的一些 藥素在那邊 那就是講到Open Open這件事情 就是Open Source 可能很多人 大家知道 Arduino 對排這些有名的 Open Source 那它代表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Maker喜歡用這些東西 就是它代表一定程度的 這個Open 讓你很容易上售 而且它所有的資訊 80%可能都是開門的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 用你的Arduino 或是 就是買了Arduino 做成跟別的類似相容的狀態 然後你也可以很容易在網路上取得 要做這樣的狀態 的一些收拾後 等等的一些方式 所以它把 很多的技術都降低 那最重要的是 它是有一個Open的競爭戰 那我覺得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說 LIP-KID-1 LIP-KID-1是那個MTK MTK它做的一個開發板 其實它就是想要做 跟Arduino一樣的事情 但是 我想要講 其實是它的那個7688 7688它當初 它其實也是一個開發板 然後它當初在推出之前 它其實 在Megaspace 或是在社群裡面 它經營了很久 就是說它想要找出 為什麼之前 剛好那麼多的開發板 沒有一個可以滿足 現在Megasp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它們就 做出了一個7688 第一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大牆 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適合做開發 第二就是說 它的Flash的Size也很大 所以在工程師來講 就是說 這是以前Arduino 或是Reservant 沒有辦法給你的 一些優點 但它也是透過這種Megaspace 或是社群的經理 把這個板子開發出來 那當然 如果要講這個 ToOS的話 3D 列印 是Megaspace 常常出現的東西 就是俗稱 Negger 山寶 就是 3D 列印 雷雕 CNC 等等 那這個 我想EI很多人知道 它是EI EI 2.0 它其實也是一個非常Maker的一個代表作 因為它本身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你只要DIY注裝出來的 那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Cue它 去改善它 然後它也會出各式各樣不同的套件 讓你去讓它變得更好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家裡想要工作 或什麼都想要動手 就是只想要印出東西的話 難得通就完全不適合 它是非常適合這個Maker的取向 然後後來也有像光陸化的 更精細的3D儀錶機 桌上型的雷切機 這台比較漂亮 這台就是我夢想其中的一台 但是它還沒有出貨 然後桌上型的CNC等等 這些都是代表工具 那接下來台南空間 那空間在台北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Fairway Fairway台北 那它現在其實已經搬到花國那邊去了 這是Fairway台北 之前製造的那個照片 那它是那個就是 CADL 它在那邊經營的一個空間 那其他的空間量的不算很大 但是它有很多 就是說它因為它在這一期 做的算是早 所以它在台灣也有很多的機率 然後最大最大 我們到現在目前還是最大 當然是大陸大學 大陸大學裡面的Future World 那它基本上就是像一個工廠的規模 它有各式各樣的這個 機工具啊等等的不同的一個設備 但很完整 然後呢在桃園呢最近也有一個蠻不錯的空間 它叫做Fairway台北桃園 那它是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由桃園政府去協助推動 所以它裡面的設備說設備很齊全以外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它的會員費非常的低 它一個月的入會費是500元 那這件事情目前只有它可以做到 沒有其他任何LiveSpace 可以用這麼低的這個會費去盡量 那它當然就是因為會員費很低 然後它的工具又很齊全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局管 那些活動的單位又非常積極 所以它活動非常多 而且吸引了桃園非常多 然後這個Maker巨型 那這是之前的享食作樂 享食作樂 它是在那個地下室 它的地下室 那它就是他們舉辦了一個UP的這個 那個DIY的活動 那享食作樂 雖然地下室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它往上一看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設計的一個空間 它有咖啡廳啊 然後有非常明亮的這個Working Space 然後也有一些可以DIY部件 那很可惜是 其實它在經營上面 因為它要支撐這樣的空間 其實它那個費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後來他們也是決定搬到一個東海大學裡面 剛搬過去 那剛搬過去的空間我回去 然後這個是台南的這個Together Together它也是台南算是蠻有代表性的一個Bagspace 它是由那個DAX在做營運的 那我覺得他們很棒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們盡量用自體自主的方式 而且他們 因為工具起錢以外 他們用很多去開發很多文創類型的商品 然後這些商品呢它通過往路去做一些販賣 取得一些銀售 那它算是我聽到 就是目前在經營space裡面算很自棄的 就是說它靠自己 盡量靠自己去整齊金費而不是靠政府 那這是高雄的這個創客來吧 創客來吧也是一個 我個人是很喜歡的一個Bagspace 它是一個工程師的老闆叫王文池去經營的 然後我錯號叫小聽大 那它不是很喜歡講話的 但是它就喜歡做東西 那它除了做創客來吧以外 它之前是做那個IC效果 很多工程師大家都知道IC效果 如果要買零件的話 很多說會IC效果的店長 所以它除了有這樣子的一個space以外呢 它後面就是IC效果的倉庫 所以你今天在做東西的時候 你缺什麼零件你馬上轉紅 就可以跟它買零件 非常方便 而且它還利用一種模式就是說 算是節省的模式就是說 它可以 你它這邊營運的工徒生呢 它是 沒有不給它想的 但是呢它可以累積時間換點數 然後點數還可以換零件 它用零件 就你拿到零件以後你又更想做東西 你又繼續為了要做零件又帶一個人 那它做了反過的很多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像千里的設備啊 或者說像這個特斯拉線圈 也是他們做的這個設備 那其實最早最早的最早其實是這一個啦 Open Lab 那那個 它已經有了 那其實這個其實才是 台灣這個最早 Open Lab 那時候都沒有在講Megas Race的時候 它就出來了 那這個空間其實我大概去過兩次 那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嚇了一跳 因為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非常的小 然後我看到那個Megas Race就是那紅旗 在後面一直在搬東西 然後隨著就是都是灰子的 我想 欸怎麼跟我想的 Megas Race不一樣 那因為我去那個寶藏園 那其實旁邊都是藝術嘛 就旁邊的東西就感覺比較藝術 那進去那邊我們就嚇一跳 怎麼吃這個空間 但是我下 就是我在那邊開始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是真正都一直在做發掘 有很多的發掘就是那個 他們除了喜歡拆動器以外 然後他們會利用很多的組件去做一些發掘出來 然後那個也有很多 像那個韋君 他就很厲害他很多這個 很很 我說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他做很多那個 像是那個台灣Dunor 後來那些發掘 他都自己把它努力完成 而且他很樂意分享他怎麼去做這個產品的過程 那這件事情在深圳 其實也是早就有模樣 這是深圳最有名的Makesbase 就是柴火 柴火他其實也是小小的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嚇到 跟我想像的柴火差很多 我非常的小 然後也很急 那我那時候就跟裡面的音樂的人在聊天 他就說其實他們現在的柴火呢 這邊呢比較不像是Makesbase 比較像是觀光景點 因為太多人就是衝著這個 柴火的名義去這邊觀光 為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李克強 李克強參觀柴火以後 柴火就變成是那個 鏡像版一樣 就是定期都會有人一直去參觀 然後也很多人搞不清楚Makesbase 我在那邊參觀的時候 他們就進去問說 你這邊進入有沒有什麼創業補助啊 其實跟Makesbase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那這位是潘濤 他是那個柴火的創辦人 也是Steve Studio的創辦人 那之前就是在剛剛聊的時候 他其實也提到就是說 因為後來 他們原本是一群喜歡做東西的人 去在柴火做東西 但是後來柴火實在太不像Makesbase 所以他們到了一個很貼皮的地方 又重新租了一個 像可能農事還是什麼的那種地方 然後一群人就是 在那邊具體真正在那邊做東西 所以他其實就是 因為Maker風情的關係 所以他有一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有點變質 那台灣呢 我在大概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自己統計 統計呢 全台灣 我自己作為一個地圖 去統計全台灣Makesbase 那不是所有人都有去過 但是如果我說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資料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 我統計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是五十六間 那後來 我跟那個數位文化協會呢 就是我把那個紀錄做出來 然後數位文化協會的人 就跟我研究說 他們也想要做一個這樣的定題 那就是好 那我們一起做 就是他們就找人 去更努力的收集的資訊 那截止到今年 他們收集到資訊 已經變成一般的理解 就是成長非常多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集中在台北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台北的地方 那這個是美國 我在網路上搜尋到美國的Makesbase的地圖的時候 我看到我也是嚇一跳 而美國的那個密度也是很恐怖 但是我後來其實知道 其實它不是所有的 一點都是Makesbase 它可能把一些像什麼 育成中心啊 或是一些什麼 Makes有相關的一些產業 也把它放進去 但是它的數量還滿驚人的 那時候我看到一個數字 大概只有三百六十多個Makesbase在美國 那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我就剛好有機會去拜訪美國 呃 就去美國出差 然後那個時候就 看訪了第一家 呃 正式隱密用的Makespace 叫TechShot TechShot它的 組成齁 大概 它在美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系譜那區大概有兩間 TechShot 一間是在那個 San Francisco 一個City 然後一間是比較靠近那個 一個系譜 那它大概組成就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一個 過程駕駛的像工廠一樣 有點像剛剛Future World的那種感覺 然後第二次呢 它會有一個 偷偷聽的Space 然後第三個呢 它一定會有一個 肩膀來區域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在參觀的時候 其實 看到滿多 我們沒有想過的東西 因為我在台灣也好 Makesbase嘛 那它那時候 就看過 看到幾台 我想像不到的東西 第一台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是沖瓷器啊 可以把瓷點拿去沖瓷 然後讓它產生那個 不同的極性 沖瓷器 然後可以沖到四極 所以這個 它手上這樣表呢 是那個瓷粉的那個表 所以它可以利用瓷點呢 就是去 去沖瓷完以後呢 你的瓷鐵就可以 呈現這種 不同的這種線圈跟格式 然後我那個時候嚇一跳 我就問 那邊的這個 負責人 就是這位 這位先生 你這個機器好特別喔 那你們 誰用的這個 做了什麼樣的掛權嗎 他說 從來沒有人跟過 他說 從來沒有人 但是 我就問 那沒有人用 你為什麼要買 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一個 有可能讓好愛里利爾 萌生的一個設備 所以他們就是 決定一套吧 第二台 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 第二台 第二台這個其實是 塑膠色素成型機 立式的 立式的小鈍位 它在中間這裡呢 它用鋁呢 做了一個模型 然後它把它模型放到這邊 然後你用高壓 就可以做一個 一個歷史的一個設計 做什麼 然後這台應該比較好拆吧 這台 這台 雖然台灣Megerspace沒有 但是這台比較好拆 它是真空成型機 這是真空成型 就是做那種 吸塑膜的那種 真空成型 然後我在 兩家Megerspace 都看到一樣 他們幾乎的設備 兩家的規格都一樣 他們就一定會有像 縫紉機 而且一定都是JUG 這個牌子 然後都會有像 這樣的 所以 兩家他們都有一樣的設備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 對於這種電子以外的東西 他們其實都還蠻 蠻用心的 然後還有這種 那種 叫做濕印的這種工具 還有熱轉印等等的一些 鋼網的工具 然後他們的電子工作站 也非常的齊全 那其實令我 真正覺得 棒的地方就是說 像這台 這個JUG 都知道是那個小烤箱 你看 那 我令我 就是驚訝的是 我打開他們的電腦 他把所有 一系列 Autodex的東西 全部都灌好 就是Megger要用的這些 全部都灌好 而且很多是有license 這很貴的軟體 也就是說 他們除了 步到硬的以外 他們也步到軟 所以你在那邊 可以直接使用這些軟體 都是免費的 然後後來呢 我們也去參加了幾間 就是說 比較創業型的 MeggerSpace 它通常是在 架速器裡面 MeggerSpace 一個叫Tandem 那Tandem的話 它有一些 還不錯的 空間 就是說 它有 像是這個 一些桌上行的 這種顯圍巾 也簡單的 一些車床 等等 然後它的空間 我覺得其實 利用率也很高 很多 團隊就在裡面 開始做東西 到自己的餐廳 然後它也有一些 就是 台灣 你不大看得到了 就是這個機械手備 機械手備 然後 或是這種 噴圖石 或是工業等級的3D 預料機 目前我可以看到 這個機械手備 所以你有看到 就是那個 北坑那邊 那邊有連同 一個機械手備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來做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 最誇張的 就是那個 Autodex Autodex 因為Autodex 大家知道 那一個 就是最有名的 Autodex 那Autodex 它的那個 就是在那邊 它分的好幾區 它有 有 就是 3D印表機 有CNC 然後有 金屬的處理 有不同的處理 然後它弄得非常的漂亮 那它甚至有像這樣的 這是它的空間 我們到時候去參觀 那個空間 然後這台是五軸的CNC 五軸的CNC 非常高級 然後這是它的那個 3D印表機的這個區域 全部都是工業機的 全部都是工業機的 一台消費機的 都抗掉 冷氣的 然後這台工具 百頁的超級整齊 什麼樣的工具 就輸入到這邊 都有 然後 它的電子區域 也非常的完整 而且 很棒的是說 它 打開抽屜 就所有的零件 就在這邊 就會員都是免費拿 所有的零件 訂的零件 都可以免費拿 然後它還有一個廚房 它還有一個實驗的廚房 它那邊為什麼要廚房 我問那個工具 他說 因為很多創意盒是從廚房出來 所以就弄不廚房 而且它廚房旁邊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Bay Area的那個海灣 風景超漂亮的 然後它 就是 台北在裡面就是 直接做模具 這都是在裡面做好的模具 然後它有很多這個 金屬 機構相關的一些 零件都是隨便做的 然後它其實呢 它也展示了很多作品 像我們有一次就剛好幸運 遇到他們有一些作品的展示 他們做了一些很特別的一些 藝術相關的產品 像這個的話 它是用蠟筆 蠟筆把它繳碎以後呢 噴出來一個時鐘 這個其實是時鐘 但這個時鐘的那個顏色 就會變變 然後這個就是 他們其實也是有一堆這種 這種 這種紅燈機 我看每個美國 Megaspace都有很多種 紅燈機 然後一些光的一些 藝術的展示 然後另外一個是 Highway One Highway One它也有一個很不錯的人 它的背景就比較像我們公司 它就是一個製造公司 但是它也有做一個 Megaspace 那Megaspace 就是給它們 複畫的團隊專門使用 它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電子工作室 那它也有一個 一間機構的一個工作室 那它的工作室裡面呢 比較特別就是說 像工業機的陰表器啊 還有像是這個 光附化的這個陰表器啊 就是這個基本的這個雷切啊 然後它也有就是CNC啊 還有這種做那個 噴除 表面處理那種 噴插用的那種設備 然後其實我 我比較訝異的是 它其實在那個 因為它們可能是製造商 所以 它們還有 S&T的設備 這個等一下可能 那個 比較也是講位跟專業 那這台大概也不夠專業 這台就還不夠專業 用到它的等級 但旁邊 有兩台烤箱 這台烤箱剛剛 在那個Picture有看到 然後這台 看起來 也是比較像是DIY的烤箱 然後看起來質感也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是新加坡的Idea Lab 那時候我們去新加坡的時候 這是由他們政府去成立的一個實驗室 那這個是讓他們團隊可以免費使用 就是有一些很簡單的一些手籠具啊等等 然後在那裡可以做一些討論啊等等 它跟美國比起來就是說稍微養春的 不過是完全免費 只要是他們團隊就完全免費用 完全是政府支出的 那比我們的那個新加坡的力量還要比 然後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希望相關在一個實驗室 它實驗室隔壁就是那種生物的實驗室 所以它還可以在很多生物相關 生化相關的這種研究的這種 他們就是把它設在那個Megaspace旁邊 然後後來就是這麼多的經驗 然後大家我自己就是看一些書去瞭解 我們就把Megaspace大概分成幾塊 第一個當然是要有電腦站 然後要有碳接站 然後電子工作站 為什麼碳接站跟電子工作站就要分開 因為通常碳接站會有一些煙霧啊 或一些微粒子啊產生 最好是跟一般的這個 把它各的開隊員會比較健康 然後也許會有一些專輯區域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那個植物啊 然後當然3D煉翼站是最基本的 雷射鞋鞋鞋 電力工具 工具站 然後公共交流區 我覺得其實公共交流區域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提出一個人 比較不想做東西的時候 可以互相聊天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那個時候在桃園那個地方的時候 甚至有一個點子就是說 覺得很多Maker其實都是男生嘛 那有時候男生去想要去這些地方 有時候有家庭困擾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讓你好好的放進去那個地方 因為老多小孩都到什麼地方都 但是如果有一個公共的休息的空間 那就是有一些親人可以在那邊休息 然後Maker就可以在那邊做東西 然後當然課程分散集也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空間的規劃 那最後來談就是說 就是經過了這些審備啊 還有自己的一些經歷以後呢 我開始就是嘗試了 剛剛有一個機員 在新竹這邊有一個空間 他願意出來給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清華大學 新的那個浴城中心 他是在清華大學南門 代表不是北門 他附近其實不算是很熱鬧的地方 清華大學北門是非常熱鬧 那這一次的那個新程的Makerspace 就會辦在這個地方 那他的地理位置其實 就是他離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就是在清華大學隔壁 然後他離公園裡面 不管是光復電區 或是中心電區都很近 然後他隔壁呢 就是整個住坑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很多新竹工程師 就是都會出沒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這樣的空間我們可以拿來做什麼 那他目前的空間規劃呢 是有包含這些部分 就是說 9018這個20名的空間呢 就是目前的Makerspace 然後9013呢會有一些顧問 這些部分呢有就是會大衛人啊 然後會有一些會機構 像那個賴信機啊 阿吉他就也是進入在這一間 3D天E的一些人啊 或是說對產業的一些 就是一些PM等等的一些資源呢 就會在這個部門區 然後呢像917還有919呢 就是一個cohooking space 然後9014他比較特別是工藝院 他有一個公司叫做應用劇本 他正在做實用者體驗這一塊 那一般Makers比較少聽到這個實用者體驗 不過如果說一些東西 越來越接近商品的話 實用者體驗其實是還蠻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們也有這樣的服務進行在這邊 然後這個915呢 他有一個大型的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呢 他就是有點像是攝影棚那種概念 就可以讓你進去去演戲 就是為了你的產品 能打造一個產品 但你不知道你的產品很厲害 比如說你的產品是用在醫院裡面 你就可能可以在這邊搭一個 像是醫院一樣的這個劇場 然後在裡面把你的產品放進去 模擬那個產品在裡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基本的這個 教育的空間等等 那這個是目前那個Makerspace的空間大型 他其實不是很大 大概20里 那跟像台北的很多空間 他是非常的陽春非常的小 但是我們就是在想說 你空間不夠大 那你又在新竹 就是一個先天不良的地方 為什麼先天不良 就是說 剛剛大家也看到說 我們跟斯維斯基本上都是往北跑 新竹其實遼遙可擊 而且機緣都很少 那你可以吸引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就一直在想 我們就想說 有很多園區工程師 其實他們 他們自己 除了做工事的事情以外 他們自己也很喜歡做東西 而且他們的頂頭都很重 他們都喜歡做那種挑戰很高的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吸引這些園區工程師 來這個地方做一些交流 那當然就是他有 像剛好我們提的這個3D表機 他總共有五台3D表機 那有四台都是由那個 那個阿吉響應學長那邊去招募的 有兩台 有兩台 有兩台大本 然後一台那個小七 然後有Flux 然後有那個光幕畫 然後有一台我們提供的比較大台的這個 可以一大型一件的一個機台 然後他有一個電子工作區 那電子工作區 我覺得應該是這裡 跟其他的Megaspace 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我去過很多台灣的Megaspace 他們基本上比較不care 電子工作這一塊 所以不管是軟體或是硬體 其實都比較不到位 所以因為我們本身自己做電子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空間 就針對電子這塊下來的比較多 補習說 我們第一個就是 把我們一般工程師用到 常常用的一些軟體 我們都灌在那個電腦裡面 然後盡量油溫受死開 可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板球問題為數 那我們也準備了 就是基本上市面看到 可以看到所有的開發環 都在裡面 然後這個是漢階區 那漢階區呢 我們就也有個那個JENS 訂了一台那個烤箱 放到那邊 我們就希望在未來 在這個區域 有機會我們可以 除了探這些東西以外呢 還可以把那個 S&T的這種製程 把他 導造這個空間裡面去使用 然後也有一個 就是簡單的一個設計區 你可以在這邊 自己做自己的產品 然後分享他的交流 然後也有工具啊 零件等等 都是就是來這邊 都是旅費去使用 那我們 那我們 後來很近 我們現在已經有超過 35種的開發板 開發板 台灣或國外的開發板 基本上 都把它放進去 不管是像是 安倍啊 或是 Webduno啊 Pisduno啊 就是台灣 那個口聽出的 那個台灣duno啊 的整一些 很多的開發板 都把它能夠想到的 我們能夠有辦法 拿到的收集到的 都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覺得 這是如果你要開發電子產品 或是你要玩電子產品 相關的東西 一些 可以幫到大家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Space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就是說 所以讓主客工程師 願意出來這邊 就是花一些時間 在這件事情留 然後你也不知道 會有一個Space 當然也歡迎就是說 其他區域的這個Space 大家都一起交流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才 八月才剛開始 所以還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 就是說 對上的空間 有任何的想像 或是一些陰險的話 歡迎大家 就是 又要跟我們一起交流 謝謝